現在我有看很多人來批評 韓國瑜 你怎麼不把你的支持者叫來 你自己來而已 你都沒有叫你的支持 所以你信不在黨中央 意思是說你要把你的 那五場的造勢大會的人 都叫來 如果沒有叫來 表示你對黨的狀況不忠 名嘴警告 國民黨總統初選電話民調前一天 七七上街反鐵輪公投 恐怕是不含圈套 你帶你自己的人進場的時候 你就會跟別人一定會發生摩擦 每一個人都帶自己的支持者 大大方方的這樣走進去 走到舞台 開玩笑 連江湖上大家開槍是不是 五大方派就火拼了 這是我們要避免的事情 虎哥周錫瑋率先主張 參選人大家都別帶支持者 避免發生衝突 現在黑韓陰謀滿天飛 郭台銘的敗票信 也被質疑出奧包 一般會收到國民黨的中央委員會 或者是黨部給的這種用監的時候 通常就是黨有指示 但會感覺就是黨在下一個動員令 大概是這個意思 所以不是不行 他當然可以自己模仿 模仿還滿像的 可是文宣確實會誤導別人 郭台銘吃黨中央豆腐 刻意誘導選民 而最近和郭台銘沒來演去的 王金平也頻頻出招 說明掉3%到5是關鍵變數 民進黨可能操弄國民黨初選 說穿了王金平暗指 民進黨可能灌票給韓國瑜 企圖毀掉韓國瑜勝出的正當性 我覺得王院長這樣的講話是 副作用是非常的大 好像就是說如果韓國瑜出現的話 那就是韓國瑜是因為被民進黨 這樣灌票灌出來的 民調最後結果出來的時候 郭台銘贏了 然後這樣的情形 大家會質疑說 這個民調是不是有作弊 自己自己心頭來或痛 就是不要被民進黨的人士干擾 所以包括就是王院長後來講的這番話 顯然他也被干擾了 龔道柏拋出恐怖預言 卻也被秀出護鍋坑韓味道 韓國瑜腹背受敵 力拼民調一舉突圍 記者陳吉安 邵玉敏台北報導